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 施荣怀在拥抱大湾区走向新世界 2020香港上市公司发展高峰会论坛 继第八届港股100强颁奖典礼活动中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担心疫情 疫情影响不大 要保持冷静 对香港经济环境要有信心 还要看头未来 看到希望 施荣怀表示 未来充满希望 这些希望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香港总体经济复苏的迹象在出现 二是内地经济增长复苏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这对于香港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 三是RCEP的签署 将来一带一路的机遇很大 对于香港的贸易来说 给予多多 四是香港金融市场的韧性非常强 美国的中概股回归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利好 他强调香港商贸的恢复 离不开内地经济发展 内地市场对于香港非常重要 内地的经济从今年第二季已经是大幅度的恢复了 那香港实际上香港的经济体量占国家整个比重 可能陈局长应该很清楚 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二 这个大概就这个水平 那怎么样融入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 怎么样进入国家这个两个存盘里面 应该说是有赖在做各位工商界金融界的朋友 当然还有政府的这个引领是分不开的 施荣怀预计明年有效疫苗将面试应用 因此全球经济会逐步获得比较明显的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